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也是救了主人一命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再来看下面这条微博 有个叫纽埃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全国WiFi免费的国家 让网友好声羡慕 纽埃是南太平洋一个岛国 是一个珊瑚礁岛 人口只有1000多人 因为地方小这个国家没有交通信号灯 犯罪率极低 最重要的是从2003年开始 它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国免费WiFi的国家 除了WiFi免费让人羡慕 纽埃的通行货币除了新西兰员 还有自己发行的纽埃币 纽埃币的图样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有Snoopy的这个图案皮卡丘的 2011年发行了彩色的星座系列的硬币 2013年发行了蜘蛛侠和变形金刚的硬币 2014年又出了星球大战 复仇者联盟的硬币 网友说哪怕是为了免费用WiFi和收集英币 也想去这个国家旅游看看呢 最后来看这条微博 早上起床上班几个小时后 吃完午膳就能够睡个好觉休息一下 这一定是不少工心足的梦想 想不到在西班牙当地就一个小镇 将午睡定为法规 指定市民下午20至50是午睡时间 据当地媒体报道 夏季午睡这个习惯 在瓦伦西亚小镇阿多尔 一直是根深蒂固的 许多人在吃过午饭之后 都会休息好一段时间 因此当地的市长 就将下午20至50 定为法定午睡时间 在法定午睡时间的三个小时里 无论是任何的商店 泳池 酒吧 统统都需要关门打烊 让每一位民众 在炎热的夏季里休息一下 那我们也一样花葫芦 也应该去休息一下咯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风景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